資料庫 那你的手機APP也會跟著更新 所以這樣的運作的話就會很理想 你想不過按部就班所以說 靜態的是算最基本的這些東西我想 如果你 腦袋裡面還是空空的話 請回去 務必把 我們上課的這個雲端白板 其實我都有照相 這個是完成的 第一個 第二個 這都有照相純正的 有沒有我們歷來做的畫面透露在這裡 那剛剛講的是這個嘛對不對就這個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請參考這個 前面是靜態的 在前面我有照相的是106 如果有些效果如果你忘記的話請各位參考一下 都有 有圖可以 可以參考的 然後 因為這樣的關係 最近 搜尋了一下我發現 在那個什麼 Google 裡面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是Fone Gap 我發現 我搜尋這個Fone Gap教學 這個關鍵字 現在我的位置 這個我沒有登錄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有沒有 我已經在第四個 這沒有作弊 我幫你試試看 Fone Gap教學 我已經在第四個 第五個第六 第七個 有沒有這邊也有我的 對 然後我敢保證 在 期末吧 我應該還會在爬升 應該在前三沒問題 應該 看能不能把第一個幹掉 然後以後我會一直po 以後可能搜尋這個關鍵字 這個網頁可能 第一頁全部都是我的 就被我洗版了 對不對 所以以後他如果要學這個技術的話 好像不跟我學 就 所以 所以剛剛有跟一些同學聊天的時候 就是說 你要做某些東西的行銷的時候 目前那個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看 Google的行銷應該是 最有效的 而且 也是應該最 最不花錢的 好真的完全不花任何一毛錢 對你看我沒有花任何錢我沒有跟Google買廣告 但是Google卻可以可以帶給我很大的 這個這個所謂的好處了太多了 那那你要怎麼去做了這個當然不能造假 好不過就是說想想方方式啦 所以後來想說SEO你不用去作弊啦 也沒辦法作弊 但是你就是第一個啦我覺得量要夠大 就是要不斷有有些新的東西有沒有 反正逢給我每次上每學每每每每次上課我就放放放放 然後呢破部落格文然後做很多很多事情 量應該沒有一個老師做這麼多事情的 第二個就是內容要夠好 所以量跟值 然後 再來 再來你就觀察看有沒有爬升 這個也是 我覺得也是一門 要去想的一個功課啦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如何讓你的那個關鍵字可以在 第一個Page 可以被 對